导演陈凯歌被法院认定,在201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,构成了对邱路光的侵权,此后陈凯歌拒不道歉,2019年1月8日,海淀法院公告表示,因陈凯歌拒绝履行判决,当事人邱路光申请,法院刊登判决书部分内容向社会公示,陈凯歌再不能证实自己所描述情节真实性的前提下, 诽谤贬损邱路光人格,披露他人隐私的过错,在一定范围内势必造成原告邱路光社会评价的降低。